我们上海的有关的有一个演出机构 他们想促成我和北京的郭德纲先生 在上海同台县 我个人婉拒 因为我觉得不合适 为什么呢 不合适 那是想 一个去打吃 还有一个去咖啡 哪都跟美国呢 朱立波被吐槽 郭德纲是吃大蒜的 自己是喝咖啡的 吃大蒜的怎么能配得上自己 每一句话中都充满了嘲讽 还拒绝和郭德纲同台演出 对此老郭在相声中也杂贯道 有人说了 听交响乐高扬 那倒是 看相声叫低促 听明星假唱高扬 看网络原创低促 看人体艺术高扬 两口子讲黄色笑话低促 喝咖啡高扬 吃大蒜的 高尔基先生教导我们说 去你乃那个短吧 周立波开辟了脱口秀的先河 老公复苏了相声的繁荣 如今更是要在喝咖啡的上海开分社 我上上海来看劲儿来了 我可是准备干个小剧场的 带沙啡 这段视频曝光后 网友们却众说纷纭 有喜欢相声的朋友们期待不已 表示如果童原设在上海开的话 就不用到处看演出了 也有上海的原住民表示 上海人民喜欢滑稽戏和脱口秀 比如早年的周立波 相声来了估计会水土不服 文化差异太大 在北京天津就挺好的 这不正好应了周立波早年间所说的话 吃大蒜的到一个喝咖啡的地方 怎么能存活呢 现如今来看 南咖啡败给了北大蒜 退潮了才知道谁没穿裤衩 目前郭德纲成了相声界的奇迹 创立德运社多年一票难求 场场冒满 他还回忆在一线舞台上 江湖地位显赫 几乎没人敢和他叫板 而周立波呢 现在几乎查无此人 消失在娱乐圈中 北国南州高下里见 周立波成了万人唾弃的臭嘴 郭德纲却是人人追捧的名嘴 多年过去 自以为高级的周立波 最终在江湖中 败给了穿长山的郭德纲 如果老郭上海 端云分社开办起来 会有多少人支持呢 对大家是怎么看的 欢迎联评论 藏医金第二场巡演门票开售 此次地点选在杭州 他还能续写传奇吗 8月5号 听云轩全国巡演的第二站 就落户在了杭州 在咱们杭州啊 人民大会堂开演 本周二 也就是明天晚上8点18分 准时 线上开票 全国统一票价 100 200 300 一共有1577个座位 比第一场多出来300多张 票价有都是一两百 这个价位相比德纹社来说 实在是太低了 最贵的也才是德纹社的起步价 继天津商演低价门票授庆后 藏医金仍然非常慎重 虽然直播向上火爆 但毕竟是免费 到底有多少人愿意花钱看 还是个未知数 郭德纲曾说过 国内超一线城市 由他和于谦老师负责 约翁彭负责其他一线城市 现如今 藏医金把自己演出的地点 选在了一线城市 这会对老郭的商业帝国 造成巨大的冲击 曾经手把手交出来的徒弟 要来和自己抢饭碗 这谁人的量 一直以来 曹云金和郭德纲的恩怨 都是大家茶余饭后的团资 坊间也有 云鹤酒消不如一曹的说法 在众人眼中 郭德纲的四颗徒弟 都比不过一个曹云金 如果他真的能崛起 势必要给德云社带来大麻烦 说白了 就是德云社垄断商演后 提高演出价格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德云社坐拥四百多名相声演员 不仅垄断了国内商演 还经常去国外巡演 知名度影响力都极高 如果曹云金以自己为标杆 把商业门票订在了 一百两百三百元 观众会怎么想 至少有一半人要考虑 花一两千元 看德云社演出直不实 也有网友认为 曹云金这是赔钱赚吆喝 他还真不敢 就这么低的票价 来个三五四 连体裤都得赔进去 如今北方曲衣市场早已饱和 开拓南方市场是必然选择 谁能先在南方站稳脚跟 就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 曹云金的直播项目虽然火 但是和德云社的实力差距 还是非常大的 可对观众来说 多一些选择的余地 多一些好的作品 那绝对是一件好事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留言评论 徐志胜不愧是拖拉基的外表 法拉利的内核 高气声表达处处可见 正如大家所说 他除了显示器 其他都是领配 有谁不想拥有徐志胜这样的朋友呢 宋丹丹老师与张国立老师两位 只能选择一位 回桃花屋你会选谁 那徐志胜怎么让他改回来 我相信大家相处 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让彼此感觉到安静 所以说 很庆幸成为了大家的安静 在综艺中 能帮所有人解围 能开玩笑的紫黑 这样的性格谁能不安 又一位高情商选手诞生 还不断安慰大家不要容貌焦虑 我们在徐志胜身上看到了 颜值只是附属品 教养和学识 才是拉开距离的武器 对此有网友评论到 人格魅力太重要了 只有皮囊终会觉得无趣 徐志胜这样的男人 比帅哥还要稀少 他凭借一己之力 让大家感受到 什么才是真正有魅力的人 生活中平平无奇的小事 从徐志胜嘴里说 就是如此搞笑 自作参加脱果秀大会 他就像一匹黑马一样 横空出世 自带笑点的刘海 方言味浓重的口音 拼凑在一起的五官 他站在那不说话 就能把观众逗笑 这样的能力也是他仅有的 自己的长相 我在那儿想 我是这个长相 还有什么能失去的呢 直到我开始脱发 直到我开始脱发 有网友调侃的 谁会拒绝一个头上长耐克的人 你可以永远相信 徐志胜的罪 这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烦的就是啥呢 就是老板跟你说恭喜发财 你恭喜啥呀 我发没发财 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还恭喜我发财干啥 你不就能让我发财吗 年终奖也不发 在这里硬恭喜呀 就是这种能用钱解决的事 不一定非得靠真心 当上对自己的老板也是没谁了 努力奔跑 一旦生活美好 我们跑了五年 一旦旷旷数钱 我们跑得拼了命 一旦说几天晚上喝得不尽心 大家如此喜欢他的段子 可能就是来源于普通的生活 大家喜欢徐志胜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